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这么重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小麦是一种司空见惯 但又容易被很多人忽略的粮食作物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增加小麦的产量 随着农业科技发展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 我国的小麦栽培技术不断有新的突破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它不仅能增加产量 还能节省成本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项技术 我们来到河北省衡水市的一块麦田 这是老乡的一片小麦 这片小麦往远了看 感觉没什么特殊的 可往近处这一看 发现麦苗既没有笼也没有行 也看不出什么章法 在前些日子麦苗小的时候 看上去就跟草坪差不多 这是用了什么样的栽培方法呢 这一方小麦这都是我们村人 我们搞的这个理体云波式 这个又刷头的这个条国改成这个云波 这个麦苗从小不敌不靠 称之为高 这个资源一把我嘛 吃到到家的好评 家庭们都应可这个事 看来这个不能办法 这一推广开 严乔 这位老乡还挺自信 大家都知道 老乡们是最讲实际的 只有真正的成本低 产量高的技术 才能被他们认可 那这位老乡说的 立体云波又是什么技术呢 原来啊 这位老乡提到的 立体云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 赵广才团队 和河北农林科学院 好得友团队联合研发的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 小麦立体云波 说的是 采用等距等深的播种方式 让小麦种子在土壤中深浅一致 株距大约6至7厘米 平均6.5厘米 通过这样的播种方式 加上相应的配套管理 来实现小麦描匀 描旗 描状 进而实现小麦的增产 因为小麦立体云波的特点之一 就是等距波种 因此从外观上看 田间没有笼 与传统的调波存在一定的区别 那科技人员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来这么种小麦呢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 又是怎样来实现结本增效呢 眼前这个人是好得友好师傅 他就是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的发明人之一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强调的是等距等深播种 这样的波种方法就是从他最初提出的 无垄栽培发展而来的 那好师傅当初为什么会用无垄栽培来种小麦呢 我们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从理论发现小麦适合无垄根拨 它符合小麦的生物学特性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人们对于哪种方法 最能发挥小麦生产潜力的研究从未停止 而长期以来 调波一直是人们研究最多 应用也最多的一种栽培方法 为什么好师傅会认为小麦适合无垄栽培呢 在好师傅看来 传统调波的植株集中在播种带上 由于株距较小 根系容易挤在一块 因此植株间的营养竞争是比较大的 而播种带以外的笼间 小麦的根系分布的相对较少 因此就造成了播种带上竞争营养 而笼间土壤的营养 又不能被充分利用的情况 因此好师傅就想通过无垄栽培的方法 让株距相对比较均匀 减少植株间营养竞争 充分利用田间营养 争取苗云 苗旗 苗状 进而增加小麦的产量 我们是从这个斩行种植开始在搞实验 寒基越来产量越高 后来有了这个悬梗基 使得这项技术有了产生的一个条件 所以自己就开始研究联合的耕波机 一次性把这个技术通过机械化来实现了 2006年第一台小麦无垄联合耕波机 研究出来了 好师傅当时设计的无垄联合耕波机 将洒种 悬梗 镇压于一体 原理是无垄耕波机先将种子撒到地上 再通过悬耕刀将种子悬进土壤 虽说播种深度有深有浅 但改变了调拨条件下 种子在播种带上拥挤的状况 实现了无垄化播种 当然好师傅也没想到的是 随着节感还田技术的发展 使这项无垄栽培技术 也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在节感还田的情况下 尤其这个玉米节感现在都是几百公斤 相当一部分种子带到深层去了 只要把长成一个是种子浪费 另外再一个出苗的均匀度也就降低了 在我国的小麦主产区 小麦最适宜的播种深度是 3-5厘米 节感还田以前 无垄联合耕波机拨下的种子 大部分在2-6厘米范围内 基本上也符合小麦出苗的要求 但在节感还田情况下 6厘米以下耕层分布的种子增多 深层的种子在幼苗发育过程中 消耗的营养增多 出苗细弱 有的甚至不出苗 也就很难实现苗云 苗棋 苗壮的目标了 为了破解遇到的这个难题 郝师傅决定寻求技术合作 到北京碰碰运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1年 郝师傅从北京请来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 赵广才研究员 这个五种栽培相对于常规调拨来说的 它是一种波种技术上的革命 但是五种栽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精准的角度来说 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赵老师的到来 让五种栽培向更加精准的方向发展 经过对五龙栽培技术考察和研究后 赵老师提出了立体云波的理念 立体云波不仅要求等聚波种 而且要等深波种 赵老师介绍 等聚波种让美猪小麦 有了相对独立的营养条件 但是如果波种深度不一致 就很难实现营养均衡 因此 在等聚的基础上 还要强调 等深波种 目的是为每一株小麦 创造一个独立的 均衡的立体营养空间 那独立的立体营养空间 指的是什么呢 举一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偶尔会看到 麦田边上长出一颗小麦 这颗小麦不仅分孽多 而且每个孽也比较大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就在于这颗小麦 它在生长过程中 没有别的小麦来跟它竞争营养 不管是它的地下根系部分 还是地上植株部分 都有较大的空间去获取水分 养分 空气 光照等营养 换句话说 它有自己的地盘 所以它的营养空间是独立的 立体营养空间 同样的道理 通过等距等深的播种方式 不仅为大田里每一株小麦 划定了它的获取营养的地盘 而且每个植株占有地盘的空间大小 也都比较相似 这样 每株小麦得到的营养 也就相对比较均衡一致了 那为什么赵老师要强调营养要均衡呢 小麦的产量是通过母碎数 碎粒数和切一种 三个因素的成绩来实现的 成绩越大 产量越高 单一某一个因素提高 往往会影响其他两个因素 产量也很难提高 我们通过实验就是要看看 采用立体云波技术 三个因素是不是都能够提高 都能够协调发展 是否能够实现母碎数 碎粒数和切一种的最佳组合 赵老师介绍 要想让母碎数 碎粒数和切一种 这三个要素都能够有所提高 关键是要保证母碎数里面 大碎的比重要大 大碎多了 小碎自然就会减少 大碎的碎粒数多 切一种高 大碎多了 平均碎粒数和平均千粒重都会提高 而要想让大碎的比重大 就要求小麦出苗后发育健壮 以及在分液期形成足够的优势液 因为优势液是成碎质量最好 成碎率最高的分液 优势液充足 形成足够的大碎也就有了基础 另外 小麦从拔结期开始 若苗若液会自行萎缩退化 能够成碎的继续生长 不能成碎的逐渐消亡 培养状苗和足够的优势液 还能够减少若苗 若液 对于土壤营养的浪费 更多的营养用在了状苗以及优势液生长上 更有利于后期产量的提高 怎么确保优势液充足呢 通常 小麦的主径和前三个分液 能够形成优势液 但优势液的形成 通常又取决于植株的营养条件 在营养条件恰当的时候 小麦发育渐状 在分液期就能够形成三至四个优势液 如果每一株小麦的营养条件都比较恰当 也就是在满足个体营养需求的同时 其余植株也能够得到比较均衡的营养 那么所有的植株就能够形成足够的优势液 在整个生育期 植株生长也会比较均匀一致 再通过相应的水肥管理 就能够形成足够的大碎 进而得到比较理想的母碎数 碎粒数和千粒种 因此 赵老师强调在小麦播种时 要通过等距等深的播种方法 给每个植株创造相对独立的 均衡的立体营养空间 本着等距等深立体云波的想法 郝师傅经过设计和不断的改进 终于研制出了小麦立体云波播种机 小麦立体云波播种机是如何进行播种的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还有哪些配套管理呢 广告之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关注 小麦也可以这么重 小麦立体云波播种机 包括了撒肥 悬羹 撒种 一次镇压 附土 二次镇压六个部分 它与常规播种机有哪些不同 在使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撒肥和悬羹 与其他播种机大同小异 所不同的是 撒肥部分采用了均匀撒肥设计 这样肥料就能撒开得比较均匀 悬羹部分采用了复合悬羹刀 复合悬羹刀是在传统弯刀基础上 加了一组垂直于悬羹轴的直刀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使肥料 节感 土壤混合均匀 而且可以减少节感对悬羹刀的缠绕 这台播种机的核心是撒肿部分的匀肿器 它是实现株聚均匀的关键部分 匀肿器是一个由较长的倾斜挡板和一个较短的倾斜挡板构成 当种子从种箱的排种口排出后 是聚在一起的 这两个挡板的作用就是让聚在一起的种子在下落时与挡板发生碰撞 当种子与挡板 种子与种子碰撞时会散开 经过两次碰撞 种子就散开得比较均匀了 最后落到地面 这样株聚也就比较均匀了 落到地面的种子层 由一次镇压轮强力镇压 把种子层压成一个平面 一次镇压不仅是让种子与土壤结合更紧密 更重要的是种子层压成一个平面后 更容易实现等身播种 一次镇压以后 由附土部分给种子层附土 附土部分结构是由一个倾斜的传送带和传送带上固定的取土器构成 传送带转动时 带动取土器先从悬更厚的土壤中取土 经传送带向后上方传送 当传送到依次镇压轮上方时 在传送带转动的作用下 取土器的土壤甩下后方 土壤经过与播种机壳体碰撞 更加细碎 覆盖到种子层后 更容易实现等身精细附土 最后使二次镇压轮 对覆盖种子的土壤再进行镇压 除此之外 小麦立体云波波种机配备了专门的齐笼器 对于采用齐冠方式的麦田 可使用齐笼器进行齐笼 由于小麦立体云波波种机将撒肥 悬更 播种 附土 镇压于一体 因此 用这台播种机就可以在输完玉米的地里直接播种 不需要再单独悬更 整地和播种后镇压 这就能够在播种环节上 节省农耗时间和生产成本 另外 由于小麦立体云波波种机采用的是先悬更 悬更后再播种镇压的方式 原来无拢更波机 由于节感环田 造成种子深度不一致的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用这台播种机播种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 还有哪些配套管理呢 我们采用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 特别要注意 就是要试漆 试商和精确播种 试漆 试商播种的要求 可参照调播 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精确播种 是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 重点要做好的工作 该怎么做呢 首先 要计算好播种量 赵老师说 根据这几年的试验 研究得出的结论 使用多碎型品种时 把株距控制在大约6到7厘米 平均6.5厘米 最有利于优势涅的形成 按照每亩667平方米 小麦株距6至7厘米 平均6.5厘米计算 每亩基本苗数量大约在15至20万之间 到收获的时候 岁数大约是50万 这也是采用多碎型品种比较理想的母碎数 因此 播种前要按照每亩15至20万基本苗数量 再根据使用小麦品种的千粒种 发芽率和初苗率 就可以计算出播种量 如果您不知道计算方法 可咨询当地的技术人员 除了要计算播种量 在播种前还要调整好播种机 播种机调整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下种速度要准确 调整下种速度 目的是将计算好的播种量 不多不少地播到地里 如果下种速度偏快 下种量变大 那么播种密度就会相应地变大 株距会变小 造成基本苗数量增加 当基本苗数量高于20万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形成优势涅的数量 如果下种速度偏慢 计划的种子量用不完 播种密度会变小 当基本苗数量低于15万 就达不到形成理想母岁数的基本苗数量要求 因此 要根据不同品种的种子的大小 选择相应的下种速度 第二 播种机要水平 播种机要求前后左右处于水平 才能保证更深一致 种子层深度一致 第三 附土厚度要准确 小麦立体云波播种机播种时 播种深度取决于附土厚度 通常根据伤情调整附土厚度 在适宜伤情条件下 附土厚度3至4厘米较好 对于底伤烧嵌的地块 附土厚度4至5厘米 播种机的附土厚度 可在2至7厘米范围内进行选择 可根据实际情况 来对附土厚度进行调整 以上几个方面的具体调整方法 以及播种机使用中 其他方面的注意事项 可参照播种机的操作规程 小麦立体云波播种机 要求使用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 牵引作业 播种时 按照每分钟60至80米的行走速度播种 在播种过程中 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停车 因为一旦停车以后 就会造成停车前后肥料和种子的堆积 需要注意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播种时 以及后期追肥肥料试用 要根据当地测土配方情况而定 通过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播种以后 田间管理怎么做呢 赵老师经过试验 总结了一套 关于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的管理措施 赵老师介绍 由于采用了立体云波的小麦 出苗后个体健壮 以后的田间管理 要以保持个体健壮和促进形成大碎为主要方向 因此 田间管理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要防止冬前麦苗过旺 对于小麦增产来说 麦苗长得壮是好事 但一定要防止冬前麦苗过旺 因为麦苗过旺了 以后不利于月冬 通常在冬前 当地表出现干土层时 要进行镇压 镇压的目的是抑制地上部分过度生长 促进地下根系的发育 同时可以一定程度压实土壤 减少透风散伤 第二 要延迟浇月冬水的时间 延迟浇月冬水的目的是为了减少 因气温升高 水分蒸发较快 造成地表出现裂缝的现象 如果地表裂缝多 月冬期容易冻伤裂缝处小麦根系 因此要晚浇水 通常 当日平均气温下降到3摄氏度左右 夜冻昼消时再进行灌溉 第三 早春的管理仍旧以控制地上部分生长为主 目的是减少无效分涅 对于土壤营养的浪费 同时可以控制肌部节间的伸长 有利于后期植株抗导服 因此 生产中不要急于追肥浇水 等到了拔节期 小涅弱涅开始退化的时候 再追肥浇水 更有利于大涅长碎 第四 在病虫草害防治上 因为没有笼 可通过预留的操作行进行人工喷药 也可使用无人机进行喷药 具体方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 赵老师说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同样适用于春小麦 三下时节 小麦到了收获季节 赵老师的初衷是想通过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 看母碎数 碎粒数和千粒种是否都能提高 是否形成了一个最佳组合 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一般的说呢 每亩地增加1万碎 可以增加产量8到10公斤 每一个碎增加一个粒 可以增加产量15到20公斤 千粒种每增加1克 可以提高产量10到15公斤 据我们调查呢 立体云波的小麦比常规调拨的呢 每亩地可以增加3到5万碎 每一碎可以增加0.5到1个粒 千粒种可以增加0.5到1克 为了进一步验证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的产量 2015年 赵老师又聘请了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 副组长郭天才 以及我国其他小麦专家 组成的测产验收组 在河北衡水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测产结果 调拨小麦 每亩产量612.3千克 同等条件下 立体云波小麦 每亩产量678.6千克 增产10.2% 俗话说 七分重三分管 表明了小麦播种技术的重要性 小麦立体云波栽培技术 是小麦播种技术的一项重大改进 是一项能同时实现结本增产和增效的农积新技术 希望这项技术能推广到更多适宜地区 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好了本期农广天地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